大家好 歡迎收看期權操盤手 今天一樣 首先回顧一下之前一些部署 然後看看這個星期內也好 或者是接下來短線去講一些什麼策略可以做回 首先看上次跟大家講過一些特別指數 在9月份第2.5日的期權部署 看回數據 當然大家都知道過去十年 9月份第2.5日五升五跌 都好五十五十 而升跌幅的平均比例 百分比 升過五次也有平均2.76% 而跌過五次也有3.73% 所以本身到預期今次9月份第2.5日來講 都一定是波幅在這裏 而特別以今次第2.5日的開報 即是上星期五 八日來計算 剛剛開就是2752 以往上計2.76% 向下計3.73%來講 預期9月份第2.5日即是今天 收市來講大概是28.332%至265.43% 這兩個位置不會升穿或跌穿兩個位置 而截至目前來講 即是暫時9月份第2.5日最高 只是去12.2072% 而最低就只是8日那天 27569% 而恆子方面做過短線五日的Long Strangle Long Call加Long Put 兩邊Long本身是薄大的波幅 但怎知道越來越窄 沒有什麼動動過 所以就跟上次講過 到達當然就吃虎 到達不到的話就講過一點 就去第2.5日完收市前 平倉走人 即是無論輸多少也好 都走人 所以以今天來講 我覺得今天就剛剛第2.5日 所以最遲我會建議今天收市前 考慮平倉 不要再持續下去或持續下去 因為始終以這兩個 一個2.5% 一個向下3.5%來計算 其實不算太過寬 和距離 所以以再持續下去 那個時間帳的損耗都縮得更快 所以都會蝕得更急 所以我覺得與其到不到也好 考慮今天收市前平了去好國 當然如果大家可以 現在平都可以 我覺得最遲今天收市前 這個是強調花一點 指數上講 上次就這樣叫大家 是短線做部署 跟回紀錄去做 而上一次其實除了指數之外 都有個個股 叫大家做過新地16號的期權 很簡單做過當課 因為那一刻都講過 可能一來短線業績 因為其實新地今天收市後 就要公佈他們 截至6月底子的全年業績 原上上次那一集 叫大家短線薄一薄業績前 有沒有炒作 因為以過往 特別上個月來講 很多本地利產股公佈業績的時候 其實都有個不錯的炒作空間 所以就薄一薄 甚至乎新地這段時間裏 都有個新盤開賣 上次都講過了 所以叫大家簡單做個Long Call 而當時證股來講 都是83元左右 叫大家放Long Call位 行使價放132.5元 這個位 那一刻的成本大概9毫 有7號叫大家做 SPE上面大家保價見到 而這個策略 其實第二天回來 8號星期五個月 已經叫做完成了 因為那天 早上突然間 新地有個 即是不要說新地 地產股 有個明顯的突破 很多隻都破頂 而新地 那一刻都已經升穿了 自己定的132.5元 這個行使價的位置 變了價內 現在更加高 當然今早就沒有看過最新價錢 大約幾億中135元 B這些位置附近 其實都挺深入間內 但是都叫過大家 始終跟回最初定的策略 沒得說這麼艱難 那一刻叫大家放132.5元 說明到了等價就考慮平創 所以告訴大家 這個SPE 8號的價 正正是132.6元 正故剛剛到等價時候 告訴大家 你都見到雖然到了等價 不算很間內 但是那個Core的期權金 都漲到大概2.7元 這些平均價 所以只要以這樣去計算2.7元 和舊子成本來講 你這個策略 一天內已經賺超過2倍 2.05倍 假設大家更加 那一刻沒有走到 繼續放 現在應該更加和味 可能行行地 五、六倍、七、八倍都有 但是當然如果有跟到兩倍走了 覺得好像賺少了很多 但我覺得沒有 始終定回當日定的策略 因為反過來看 你現在看到星價這樣說 但那一刻升完之後 到這個星期初回來 跌下去 其實你可能持續沒有 到時都不出奇 所以不能說這樣所謂的艱難一點 所以我覺得按照自然定的策略 以那一刻講過 到等價就平 所以那一刻賺了兩倍 而且這段時間上講 都是一天左右 已經賺了兩倍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匯報 所以我覺得這裡就完成了 而完成了之後 究竟接下來有什麼部署可以做呢 當然看接下來的部署之前 可以看看截至昨天來說 整個恆指的一個表現 當然今年9月份暫時截至昨天來說 最高是9月份到2072 9月12號做出來的 星期二那天 而最低就是9月6號那天 27422 而昨天收市來說就是27894 以暫時 12號和6號這個高低位波幅來說 只有650點 但是如果以黃色的框框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過去這十年 九月份整個月的一個數據 都六升四跌 而平均星列科都講過很多次 是很大的一個範圍 你升過平均六次都差不多7% 而跌的平均四次都超過一成 如果以原本今年8月份收市那下 來計 27970差不多28000這些位計 如果以回向上7% 向下就大概一成左右 預期回到9月最終 都去到近29900至25100這些位計 即區間可能差不多 跨積四千七百點 當然這個是一個數據上的問題 又不一定今年這樣走回這麼多 但是雖然未必真的 如果以過去十年數據 過去四千幾點 和現在只有六百幾點來說 是相距甚遠的 所以其實幾有機會 就是九月的中下旬這段時間 可能走回寬一點 是不出奇的 大家要小心一點 雖然你看到這段時間可能很悶 不要覺得接下來都會覺得這麼窄 區間上落 可能現在有些突破也不出奇 當然向上下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有機會這樣走出來 因為一來數據上這樣看 二來其實實質層面上說 這刻我覺得都不說沒有變數 大家比較短一點 看下星期美聯署議息 當然看下縮表的情況 如果一旦是突然間差一點 又令我試震一陣 其實不出奇 所以加上北韓那邊 仍然都有些變數 即是不一定會差 但是會有些變數 所以都有幾大機會 我覺得剩下這半個月左右 可能我試走回寬一點是不期的 這個是比數據大家看之餘 都叫大家留意這一點 不要覺得這一陣子很窄 接下來都是這麼窄 但是你說指數接下來那麼闊 是不是有什麼部署再做 暫時今集來說 我自己就不再建議大家開新倉 因為如果大家有記憶 就是九月初第一集回來 叫大家擺定一些全個月的部署 就是整個月比較軟價一點的 Long Strangle 理論上說現在還拿著 所以我覺得都已經拿了一套 這麼軟價的Long Strangle 如果真的爆到哪裡 其實到時都可以考慮吃那一套 即是沒有必要再開一套新的 所以現在來說 指數就不建議大家去考慮著 但是今次來說 雖然指數沒有叫大家考慮一些部署 但是過股來說就選了兩隻 第一隻都是平保 比較活躍一些的期權 其實這個策略之前上個月都說過 因為始終平保都是一隻很硬正 一個向上格局的股份 所以策略不怕舊 最重要是中就行了 所以我覺得今次來說 都一樣和上個月一樣 做一些草船借戰的一個策略 平保都是Short Put加Long Cor 但是當然已經押高了 Short Put加Long Cor 即收到那邊放60元 當然會不會穿呢 不排除會 但是反過來說穿也好 一來大家當然有心理準備 可能要接貨 二來就60元大家考慮看法 如果你覺得60元抵折 其實就不怕去薄薄這件事 甚至說中長線 平保我覺得都是穩陣的 所以60元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今早進來之前 SP的報價都收到大概2.7指這些附近 而Long Corp位置放65元 跌都是給1、2.5指 完全用收回來的那個是給出去 假設月底前沒有到過兩邊 當是沒有做過事 而如果以下月底前能夠爆上去 即是8.65元樓上的 兩邊都賺光 而反過來說 如果跌了下去 當然60元樓下你有機會接貨 但你那裡可以這樣說 我覺得平保來講 挺適合再開一開 甚至始終最主要看好都是A股 我覺得就A股反方靠好的時候 對平保這些浪險股來說 我覺得都有個不錯的看法 所以挺值得 繼續做這些short put加long call 甚至以整個形態都在向上格局 記得在不同的分行都講過 擺這些stock option 很多時候看那隻東西的trend 如果它是向上格局的 甚至是一些強勢股的 其實不妨可以做一些short put加long call的部署 我覺得平保也算是挺適合的 所以這次也繼續選擇這個策略去做 而除了這隻之外 其實這次比較特別 選了另一隻的個股 就是東風489 其實以往來說 Store option很少會做到東風 因為不算太活躍 來去都是內險、內銀、騰訊、匯豐這些比較活躍一些 或者內房 其他的Store option比較沒那麼活躍 但為何這次都選一隻東風 甚至乎自己在其他平時的節目裡都講過 我自己就一般喜歡汽車股 但為何都選一隻東風 一來 option有個好處是很短線 即使你不喜歡也好 如果短期有勢 或者是可以覺得有機會上市 或者是走到一個明顯方向的 少少地試一試我覺得也OK 甚至乎以東風來說 最主要教這麼多汽車股 它是比較落後的 而以今天來說 似乎是有點想要動動的 所以我覺得不妨 放一個短期的long call 不用擺得遠 放十個半行駛價 就是最近現價那檔 現在十個搖嶺 即是駁它證股 升多不足3% 但是今早進來的時候 十八半這個九月份的call 都是毫三指附近 但假設它真的到達等價 或者價內升了3% 我相信你回報都應該一倍 或近兩倍都有 所以其實是一個吸引很大的直播空間 甚至乎始終東風除了教 其他汽車股落後之餘 估值都是比較便宜 甚至乎始終以近的事情 其實它也有和日本那邊的車廠 合作一些電動車的研發 這個多吃得到 就是近期說 內地可能來中場市 研究停一些傳統能源車的一個策略 所以這些因素 我覺得也有利中風 可以有機會有一個突破 所以自己覺得這下短線 不妨再接近這個long call 所以這次來說 都是叫大家兩個部署 指數就不做著 因為要舊一套long call 新的話就考慮兩個股票期權 一個是平保 Shopka Long Call 一個是東風 Jai Long Call 變相這一節才來到這裏 待會回來解答家庭觀眾的股票提問 有關 幾晚 第一 四人 積木